大家好 製作這條影片是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的下午 正式入正題講戰爭的事前 我想先念一首詩 這首詩是我最近在上網拜讀到 然後我覺得裡面的內容 和我們今天這條影片的內容 都有少少的呼應 特別是和平、戰爭等部分 好,我先念一念這首詩 你赤裸裸的來,你會再赤裸裸的走 你來的時候很虛弱,你會再太虛弱的時候走 你來的時候沒帶錢,你走的時候錢也帶不走 你的第一次洗醋要人幫你 你最後一次洗醋也一樣要人幫你洗 你就是哪個人 那麼為什麼要那麼驕傲 那麼惡意,那麼疾導 那麼仇恨,那麼怨恨,那麼自私 我們在地球上的時間有限 別浪費在那些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的事情上 好,雖然這首詩的文詞也不是特別優美 但是我覺得裡面的內容是很精進的 還有,不單止和平戰爭有關 也跟生死的事情有關 好,那為什麼今天要去出這條片呢? 話說,在春分的時份 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遺憾 也都心痛的意外 就是說,中國東方航空 波音737客機 韓班MU5735 就在廣西的吾州發生事故 已經是證實那架客機聚毀 並且任法三火 133人 是生死未卜的 不過說真的,其實 我們說生死未卜就是 好像給一個希望 但是大家覺得他們 其實那個下落會如何呢? 我覺得都是需要去 面對接受現實的 Anyways,就是一個這麼敏感的日子 而我在去年的冬至的時候 就出了一條片 《塔尖亂林星盤分析》 就一直說 由上年2021的冬至 一路去到今年2022的春分 這一段時期之內 就要小心一些高空發生的意外 在那條片裏面 我有沒有特別去提及 飛機的失事呢? 我不記得了 但是講得明就是一些高空的意外 現在這件當然是一件高空的意外 對不對? 而說真的 我在今年春分 也都特別出了一條《塔尖亂林星盤分析》的片 就去再…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是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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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春婚這麼敏感的時刻 就發生了這個舉世震驚的高空災難意外 另外呢 說真的 我真的對燈火發誓 我以下說的話是真的 真的 I swear to God 其實那晚我去出這個春婚片 星盤分析去講今年春婚的那條片 記得我晚上出嗎 然後叫大家趕著在23點33分 快點睡個靚覺的那條片 我在裡面是安慰大家 哎呀 我們終於過了這個冬季了 就開始迎接一個美好的未來 其實在那條片裡面 我本身是想 我當時靈機一觸 我忽然之間是想講 不過有時宇宙的能量 可能到最後才爆發 所以可能到這幾天 我們都要小心一些高空意外 但是最後我沒有講 我忽然之間 我又將這個心裡面的一個 忽然之間的一個內心獨白 我又去蓋積了它 但是誰知道 那條片之後 就發生了這個 真實的意外 我這樣說信不信由你 因為現在這樣說 又好像事後恐明 又無從稽口 但是真的 我那晚去整春婚那條片 我忽然之間有一下心血來情 我又想提一提大家 真的 不過這幾天 大家都要小心一些 因為可能宇宙有時候 會最後爆發那些能量 但是誰知道 我心裡想的事情 真的在廣西這裡發生了 which 可以引致到 去烏鵝的戰爭問題 為什麼由一宗空難 可以說到它烏鵝的問題 但是在此之前 我首先想教一教大家 其實我經常說那些 什麼片 什麼片 麻煩大家 首先我講了100萬次 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現在這裡 相信會是大家 去我頻道的主頁 就會見到一個這樣的版面 OK 還有不好意思 我是用法文的 但是 總之這個應該會是 大家見到我頻道的主頁的版面 OK 然後有時候我講些什麼片 或者如果你是想看我最新的片 其實你是可以去旁邊那個tap 去右邊那個tap 就會見到影片 那這些就是 會根據時序 我upload的時序 就見到我的一堆影片 遇途 所以如果你不想 miss out我的任何影片 就去找這堆東西 就去不斷去keep track 去看一下我有沒有一些 up了新片 因為最近有些人說 我的通知鈴鐺壞了 可能是這樣 可能我被youtube反押 什麼都好 那你們還沒去提這個tap 那就確保不會miss out 我任何upload的videos 好 再旁邊 再旁邊就是有一個tap 就是應該叫做播放清單 OK 那就是將我upload的videos 去做一個整合的 OK 在這個圖畫裡面 有些playlist 你們看不到的 因為我已經將它是private了 因為是我自己私人的 OK 但是例如這個什麼 塔尖暖林 千聲大語言 合測 和什麼塔尖暖林 升盤分析 這些就是一些public的playlist OK 如果你們按進去 例如這裡有魚圖 你們按進去升盤分析 就可以見到我歷來所有的升盤分析 那等於我有時去refer 你們要去看哪條片 那你怕找不到 你就用我剛剛意上說的方法去找 OK 我們現在來到21世紀了 我們對於科技 都要有一個基本的認知 要怎樣 就是他們怎樣去運作 OK 好 接著現在說到哪裏 對了 我就想說到烏鵝戰爭 那我們用一個後知後覺的角度 去審視這個烏鵝戰爭 去找一些星象的代表 OK 不過也都是跟我一直說的 那些什麼火星是有關的 果然真的是 當火星那時候入了摩蝦座 在一個叫做弱星的狀態 那我們說它是舒服 但是另一個角度 也是它太過著弱了 然後火星是趕戰爭的 趕跟人去打架的 OK 當火星那時候在摩蝦座 又叫山陽座 合完金星之後 金星是講和平的 然後當它慢慢步向那個毀滅 代表毀滅的冥王星 那俄羅斯就那時候開始搞搞震了 而如果我們由一個後知後覺的角度 我們可以說這次火星 其實是象徵整個俄羅斯去挑機的這回事情 好了 既然火星是掌管俄羅斯 那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掌管烏克蘭呢 或者不要說掌管 是象徵著呢 當我最近看到一些不同的新聞 我就覺得其實水平座的力量 就完全是非常之代表烏克蘭的 首先原來 阿澤連斯基 就是非常之偉大的烏克蘭總統 他是1月25日出生的太陽水平座 然後說真的 當然我不可以說因為一個總統是太陽水平座 就代表整個烏克蘭是水平座 但是最近竟然看到一些新聞 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 歐洲有三十六名政客聯署 致行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他們呼籲什麼呢 就是說 在這個諾貝爾史上 希望他們可以現在破天方現場 那個截止限期 以提名 澤連斯基 以及烏克蘭的人的國民 可以提名他們 是得到202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如果稍熟占征的人 會知道這件事 是一個非常之水平themed的事例 因為水平就是講這些public 是講一些共同的願景 是講眾志成城 還有現在我們是入了這個水平世紀 但是說真的不是現在才進入水平世紀 這個Age of Aquarius 是進入了很久的了 我以前在某些Live說過的 OK 所以如果我們用水平的力量去代表烏克蘭 然後火星這個挑機 就代表普京俄羅斯什麼都好 我想說接下來有敏感日子的 就是火土盒 which我早在2022預言 那個一連五輯的預言 其實我在part 3是大書特書過這回事的 OK 我怕大家可以 如果你想找到 你可以去回我的playlist 即是塔天亂南簽聲大預言 大預言合輯 合輯 中文很難讀 合輯 然後就去part 3 of 5 那個2022預言 K12星座海王秘克兼 驚天竭蜜王力雲河師陪姜濤的那條片 因為那個封面會是一個軍艦的 我現在在這裡拍給大家看 Wait a minute OK 拍了給大家看 你們去看這條片 我講過在4月某個日子 火土會相合 而那時候我將這件事描述得很好 因為我記得我打過那個比喻 雖然土星和火星都是壞東西 但是因為土星是一個超級霸王 它的力量可以更加強 所以它是可以震懾得住火星 然後土星是在水平座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回來做一個厚之厚角的審視 就彷彿 我那時候就是在暗示 其實去到火土俠的時候 烏克蘭終於可以震懾得住俄羅斯 這件事就大功告成了 OK 但是我們回顧這個空難意外 它是一些什麼時候發生的意外 就是當那個東智的空障能量將盡的時候 但是它回光返照 臨死都要拼了老命最後一擊 去做一些天上的空障給人 給人類去承受 所以現在 來回烏俄戰爭 我又不是將這件火土俠看得這麼美好 是的 雖然火土俠之後 烏克蘭這個土星力量 的確是可以震懾得住火星的 但是我很怕在這個前後的日子 火星 即是俄羅斯 它會做一個最後的髮爛爪 明白嗎 就是這些最後它臨死都要拼了老命一擊 回光返照 然後因為這個火土俠呢 是發生在水瓶座的 所以我會擔心火土俠的前前後後 俄羅斯會做什麼的絕地一搏呢 我怕它會開打核戰 因為水瓶是說一些核科技的東西 或者它會用一些超高科技的 我不知道 電子科技 或者是一些超級無敵身型武器 你想都沒有想過那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 超金速炮 甚至是光速炮 例如說是這樣子 可能會用這樣的武器去震懾烏克蘭 OK 但是同時呢 我們要知道現在是來了 The Age of Aquarius 呈呈一下 不是現在才來了 是一早已經進入了 但是現在那個水平能量很強 我們又去重觀烏克蘭 我都說烏克蘭在這裡 我們從一個後知後覺的角度去看 它仿佛就是跟水瓶座有關 那麼水瓶的力量 原來它最後都是可以去制勝得到俄羅斯 雖然俄羅斯會有一些最後的絕地反擊 它可能搞核戰 搞一些高科技電子戰 但是 既然 土水瓶這個妙主 它最後是可以震懾得住火星這個呆呆的俄羅斯的話 那麼最後也是有希望的 就是說經過這個火土俠 如果普京在這裡搞些什麼絕地反擊的話 但是我相信最後 土水瓶的力量仍然都是可以去壓制得住普京的 就是說就算普京搞些什麼大頭罰的話 搞些什麼大頭罰出來的話 但是最後土水瓶是什麼的力量 是人民的力量 它都最後是可以搞得到俄羅斯 那怎樣維持人民的力量呢 這裡的人民可以很廣闊的 起碼首先是整個烏克蘭 也可以是歐洲很多國的人民 他們眾志成成有些東西會去抵制俄羅斯 甚至是俄羅斯境內的俄羅斯國民 他們都有機會會推翻普京這個邪惡的極權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火土俠呢 你看到整件事的脈絡嗎 如果你不清楚我說什麼的話 麻煩你去重溫我以前 part 3 or 5 那個語言 但是我在這裡再做一個很快的sum up 如果火星是代表俄羅斯 代表普京 代表這些侵略的行為 而土水瓶是代表人民 是代表共同的願景 是代表眾志成城 是代表烏克蘭 好了 去到火土俠的前後 土星 土水瓶可能他還沒有壓得住俄羅斯 俄羅斯就想做一個絕地反擊 他要臨捨一搏 回光反照 他就可能會做一些水瓶方面的戰爭 即是一些核戰 或者是超級無敵高科技電子戰 但是無論如何 就算他搞這壇這樣的最後的大頭髮 但是因為土火俠之後 土星是夠能力 最後去震懾得住火星 即是說 這些人民 或者烏克蘭 或者共同的人類的願景 他們最後都可以震懾得住俄羅斯 Despite 俄羅斯那些恐怖的挑忌 那些絕地反擊的挑忌 那最後土星這些土水瓶的力量 是如何震懾得住 普京 俄羅斯呢 那可能是烏克蘭的國民 他們整個舉國在那上下一心 或者是整個歐洲的人民 或者甚至是俄羅斯境內的 俄羅斯國民 都會一起去反對普京這個政權 OK 所以以上就是這次廣西空瀾 對我的一個啟發 而令到我忽然之間有些擔心 原來有時我們以為一些星象能量 它走到將盡 哎呀 但是偏偏就是它將盡 它才會發揮 最後讓我分享多兩宗邪事件給大家聽 話說在3月21日 特首就宣佈說 4月開始會撤銷對9個國家的禁飛令 然後就有報道聲稱原來這個是行會向特首的一個逼供 那就希望他們放寬這個防疫措施 OK 好 記住 這個宣佈是在3月21日的 然後呢 其實3月21日就宣佈 會取消這個禁飛令 注意這個3月21日的日子 話說很久之前在2月那時候 但是特首還承銷實施宣佈 這個外防輸入的措施 其實會延長到4月20日 就包括當中這個9個國家航班的禁飛令 或者叫做熔斷機制 在2月那時候 林鄭甚至表示 如果有香港人滯留在這9個國家 一直等回來 或者訂了酒店以為回到來 都對不轉了 4月20日之前是不能回到來的 OK 又記住現在這個4月20日的日子 但是當然啦 現在這個禁飛令 或者這個熔斷機制 就暫緩了 或者甚至是取消了 這個Announcement 就是發生在3月21日 我們目前有321和420這兩個日子 是吧 然後呢 我們又不妨呢 又走去 想一想 其實 在2021年的8月20日 那時候呢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決定 暫緩那個 反外國制裁法 是吧 好啦 so far 大家都不斷聽到這些什麼 321 420 820的一些日子 OK 有沒有覺得很特別呢 為什麼永遠這些事情 好像是發生向一些什麼20報21號 嗯 其實這些 就是節氣轉換的時候 如果說回西洋占星 其實就是太陽要移星座的一些日子 那它是彷彿就是說 好像永遠 當太陽要移位的時候 就會 飛完之間有些事情 會有一個急煞停啊 或者是一些轉機啊 或者給予一些新的希望 OK 那這件事也是非常之邪的 那所以大家去問一下自己啦 在這個3月20號 晚上23點33分 或者基本上你叫3月21號 當太陽入了白羊座開始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一個能量氣場的轉換呢 自己的身體或者心靈有沒有任何的變化呢 這是一個第一個邪的事情 我想分享給大家 因為當我看到這些新聞 然後我看到這裡的日子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對玄學有意識 你就會感覺到 咦 這些其實就是節氣轉換 或者是太陽移星座的一些日子的前後 OK 好 接著還有第二宗邪的事情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宗這樣的廣告 話說有個上網的APP 就說你既然留在家裡沒有東西做 那不如你去收拾房子 然後你把你收拾到的東西賣去賺錢 這件事也是我之前 在2022預言一年五輯那裡 不記得第幾輯提過的 好像是part 2 of 5 好像是part 2 of 5 不肯定 你們自己去找吧 自己去重溫 不斷去做功課去溫書 那我就說這樣 因為今年雙魚座和金牛座 會發生很多很強的六分相 就是說它們兩方面 就會給予大家一些機會去互相成就 例如我舉了例子 因為今年金牛裡面有很多的shit happens 就搞到很多財產會動盪 所以大家就開始要學會去看破紅塵 放下物質的東西然後有一些心靈上的追求 就是金牛將那個能量導向雙魚座 令大家追求雙魚座的東西 但我們反過來看現在這個個案 你去收拾東西 你去清理去收拾 就可以給你賺錢 其實這個反過來是雙魚座的能量 雙魚座是講清理的 是講一些清理的東西 然後竟然可以帶回金錢的利益給你 即是給你一些金牛座的力量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很值得分享 是非常有趣的大家 即是又可以對占星多一點認識 咦 原來這些東西都是可以體現了一個 今年general的成長 好 最後祝各位晚安 生活愉快 待會兒